一下飞机门口扫黄排排站 拿着大包少包的行李出机场 就能搭车回家 不过明年1月1号起 松山机场的排班计程车 将恢复收取50元的停留服务费 影响的不只是旅客还有通勤族 行李多的话那根本没办法 就只要能搭计程车了 忽然就一下子说一天就涨了那种 那我觉得其实还是要给大家一个接受程度的 可能只是MRC MRC 更便宜所以更容易 你愿意赚那50元吗 对 高铁通车搭计旅客奏减一度取消 回回16年松基小黄再度加收 除了营运成本上涨 也是看准出国旅游复苏 松山机场会缺车的 大部分都是下班时间 下雨天假日 回国旅客众多 所以尽量想办法 有些诱因让大家能回来 松基排班计程车 目前每天有400多辆车轮 酝酿预估未来回流三成 但恐怕也会因价格改变 流失两成旅客 出国玩回来一身疲累 大小黄贩家花钱买方便 但真想省下这50元 只能拉着行李走远一点 达乘大众运输工具 或者自己叫车 记者余盛行 陈萱台北报道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